各位看到我背後的背板是以海洋為主體 象徵臺灣也是太平洋的一份子 臺灣與許多南島羽族國家 共享全世界最大的海域太平洋 而經過專家學者研究 南島羽族歷史最遠可追溯至5000年前 從臺灣為起點一路向外擴散 展開湧闖海洋世界的歷史篇章 而彼此的連結除了基因與民族植物的相似性之外 語言更是一項直接證據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去見台湾的一位 我非常驚訝看到一位小女士 在她的語言 一些語言都很相似 除了語言之外 從南島羽族背後的歷史、政治、經濟發展 也能看見諸多相似經驗 而這也正是圓民會從2018年起 與文化部合作推動 南島文化選集翻譯出版計畫的核心目的 希望藉此深化國人對南島羽族國家的認識 17日由圓民會主委一蔣伯露爾 親自公布今年出版的三本翻譯著作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專書的翻譯出版 再拉近我們跟大洋洲跟東南亞的距離 而且開啟更多的交流跟對話 其中一本新書為馬少爾喝彩探討 從1946到1958年間 馬少爾群島共和國島民歷經美國核武施暴後 所面臨的各式挑戰 為什麼會選擇馬少爾群島做核子施暴的場面 那為什麼馬少爾人當時會同意 那資訊的不對等 那以及後續超乎人類想像的收拾殘局的不可能 以及成本 那是誰在承擔這些痛苦 其實這個被犧牲的過程 我覺得跟我們台灣 在面對自己的過去跟未來 其實都有非常多可以接近的地方 會中文化部也分享 今年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推出台馬鄉土文化 及原住民神話傳說繪本文化交流計畫 希望能藉由多方管道 促進台灣新南向交流 原視新聞 台北市採訪報導